如何在HP电脑无法开机时重设Windows 11? 如果您的电脑无法正常开机,且无法载入Windows 11, 则透过Windows复原环境重设Window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 开启电脑电源,立即重复按下F11键,直至显示选择选项启动画面。 选取疑难排解,然后选取重设此电脑。 如果您的电脑上有想要保留的档案,请选取保留我的档案。 此选项会重设Windows,但保留您的个人档案,在重设后仍可使用。 如果您没有任何要保留的档案,请选取移除所有项目。 此选项将移除所有个人档案、应用程序和设定,让您的电脑回到原厂状态。 如果您的电脑有多个磁碟机,则会出现一个选项, 询问您是否要从所有磁碟机中移除档案,或仅安装Windows的磁碟机中移除档案。 选取您想要的选项以继续执行。 如果重设电脑后,您计划将电脑捐赠给或交给其他人, 请选取完全清除磁碟机。 这将会移除您的个人资料,使下一个使用者无法轻松复原这些档案。 如果您打算继续使用电脑,请选取只移除我的档案。 与完全清除磁碟机相较,此选项花费的时间少得多。 选择所有偏好的选项后,请选取重设以重新安装Windows。 重设完毕,Windows 11可以正常开机。 在我们的HP支援YouTube频道上,找到更多有效视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